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视频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天马模拟器的安卓版 那你可以安装在安卓手机 或安卓平板 那因为天马整合非常多的模拟器 所以如果要跑得顺的话 这边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立 如果以手机来说的话 建立你找CPU处理器呢 在骁龙855以上 那RAM的话 记忆体至少在4G以上 这样跑起来就比较顺 那因为RON可以放非常多 身上再不会有问题 那平板的部分呢 我特别去找了一台 非常适合拿来跑天马 而且它的CPU值非常的高 这台是酷比魔方的iPlay20 Pro 这台会跟大家推荐的原因呢 主要是第一个它非常便宜 不到5000块 那里面用安卓10.0的架构 而且跟骁龙一样 都是8核心的处理器 那RAM的部分它有到6G 粗寸空间也有128G 所以这个性能来讲 不管跑模拟器 或跑安卓游戏 都是非常绰绰有余的 那里面用的是 10.1吋的iPS萤幕 那它的电量有6000mAh 也是没有问题 而且它还可以插SIM卡 可以做4G的通话 基于以上的这些理由呢 我觉得它非常值得 推荐拿来玩游戏 或者是当日常使用的平板 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如果大家有看到 比这个规格更硬的 而且又更便宜的话 也欢迎留言在影片底下 帮助大家找到更好的平板 OK 那我们就直接把平板拆出来 按照这个安卓版的流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跑吧 GO 好 平板我已经拆出来了 它总共四个配件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有它的说明书 豆腐头 USB跟Type-C的充电线 那最后呢 会附你一个SIM卡 一定会用到的卡针 平板给大家看一下 质感来说是非常好 待会儿会把这个胶膜撕掉 就不会有气泡了 那它前面会有一个前镜头 后面呢 也有一个后镜头 那还有一个 电源开关键 跟音量调整在这边 其实做的质感来说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端就是SIM卡槽 它的LOGO就在下面 还有酷皮膜放 iPlay 20 Pro 整体的是磨砂手感 质感非常好 摸起来也非常舒服 但如果你不喜欢 有这种手纹指印的话 就可以去选购它的皮套 那底部的话就是有一个Type-C的充电端 还有两边的话是喇叭输出 所以它拿来玩游戏 或当日常使用的平板来讲 我觉得它的质感跟定位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 就把天马模拟器安装进去 来看一下效果吧 GO 好 天马要安装在什么设备呢 先把它跟电脑做连接 我们需要把档案拉过去 看你要装在手机或平板都可以 OK 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我电脑的画面 天马模拟器的这个安卓版部分 我会把这个资料 全部都打包 我们就按照这个流程来操作 那如果你是电脑要玩的话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有频道内有电脑版的影片 操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这部分呢 打开这边有提示 先跟各位说一下 就是安装的部分可以参考 这大陆他们 挖坑子的联盟 他们自己做的一个PDF档 那我这边有帮大家简化流程 可能会比较 操作起来比较快一点 大家可以直接参考下面这边 第一步呢 我们是需要先把数据文件 资料夹内有两个资料夹 我们要把它复制到手机空间内 而且必须是手机储存空间 也就是说不能放在记忆卡的空间 好 那我们就先到那边去找一下 所有数据文件夹内 点开 找到这两个档案 右键复制 从电脑贴到你的设备上 不管是手机或平板都可以 那我刚才是连接我iPlay20的平板 我就点进去 然后再到空间里面 就在这个地方直接右键贴上就好 那因为节省时间 因为档案比较大 所以我刚才已经把它贴上去了 两个档案在这边 贴上去了 这是第一步 好 第二步呢 所以我们要把安装包 资料夹内的两个APK档呢 也丢到这个手机空间内 好 那我们回到上一页 找到这个安装包 把这两个档案呢 一样右键复制 再把它贴过去 直接我就直接贴在这边 好 你就等它复制上传到这个平板部分 OK 好 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样子 就只要从电脑把这个档案复制过去就好了 好 那第三步开始呢 我们就要去做安装的部分 那这两个档案呢 安装的顺序的话 是要先跑RETO R 再跑添码 好 那这部分我们就到设备上去操作 现在确定两个都上船上去了 好 我们就到设备上去操作吧 GO 好 现在我们就到平板上面来操作 那因为拿起来会板光 所以我把它放着 大家直接看我操作 我们就用内建的APP 里面会有一个Files 点开 然后找到内部储存空间 如果是手机一样 去找内部储存空间 然后往下 然后会找到刚刚丢进去的两个档案 好 按照顺序呢 先安装这个RETO HOT 好 点开到那边跳出 它不能让你安装来入不明的程式 本来其实不用理它按设定 我们直接把这个圈起来 再上一页 这样就可以安装了 好 我们就按一下安装 好 安装好了 目前目前出现了 安装好之后我们就点下去 打开它按一下OK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只要按允许 那等它跑 打开一开始会是乱码 它会自动切换成中文 OK 当你看到这样子中文界面 没问题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退出了 好 退出的第二步呢 我们要再去安装天码 一样回到同样的地方 找到天码的APK 我们把它打开直接做安装 好 安装好了 我们就按一下开启 那天码安装会比较快 因为RETO HOT的档案比较大 那天码部分好了 我们就按继续 按一下确定 然后它就会跑到它的界面 OK 这样就完成了第三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四步 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操作很简单 从天码模拟性能往左滑 找到一个setting 最下面这个选项呢 先点进去呢 把这两个去勾 好 我们去把它去勾 然后空白处点一下 好 它会问你提示 你就按OK 先做第一步 好 那第二步呢 我们就是到选择 到途第二个 这边呢就是要设定游戏的路径 好 那看一下这个选择 好 那找到这个游戏的档案呢 先把它丢到这个主机里面 就是平板内 或者是记忆卡内 好 我已经把它拉进去的 就是这个天码-WKDLM的这个资料夹 好 点进去呢 找到我的这个ROMS里面呢 我们要做游戏的一个置路 好 那这边没办法分享游戏给大家 大家可能要上网稍微查一下 因为这个是有版权的问题 那你只要把它加进去之后呢 每一个模拟器呢 对应的部分点进去呢 都会有一个祭司本档 点TXT 我们就把它选进去 好 那每一个模拟器 你都必须要做手动的新增 好 那请大家稍等一下 先把它全部加进去 好 全部都新增进去了 确定一下是不是都加进去了 没有问题 之后一样点一下空白处 它会问你要把刷新列表按一下OK 它就会自动去载入你所新增的游戏了 好 新增好之后 我们再回到首页 好 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 游戏就进来了 好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那上面可以做模拟器的切换 好 那每一个游戏呢 它都会有对应的这个影片档在旁边 上面的模拟器的准备其实是非常多的 所以会希望大家挑比较好的设备 就是因为游戏模拟器 跑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 你用比较好的设备 跑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好 OK 那下一步的动作呢 就是你可以从画面上去用虚拟按键去玩 或者是用手把去玩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游戏的效果吧 Go 好 不外接手把的话 也可以用平板内建的虚拟按键去玩 先找到你想要玩的游戏 那点两下 那点左边的执行 让它自动载入 那不接手把的情况下 可以用里面的虚拟手把配置去玩 好 没有 这平板就瞬间变成一台掌机了 好 而且之前速度来讲是非常的快 好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玩 好 那这个呢 它里面还有内建这个模拟器的选单 好 点一下这个图案呢 里面可以去做储存啊 或者是其他的设定 包含金手指也都可以 好 那大家可以自由去设定 好 非常的方便 好 那再多试几款游戏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一样可以执行PS的游戏 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画面跟声音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好 给大家听一看 这个是PS 恶魔城的月下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画面 还有它的声音 所以说你如果家里有平板 就可以拿来试试看 安装以后就可以变身成一台掌机平板 非常酷 好 那一样选单可以去做调整 好 我先把它关小声一点 好 那这是平板上的操作 包含你在手机上其实也是可以的 好 你一样就是可以在这边去挑选 你想要玩的游戏 好 一样点两下 好 然后做执行 好 那手机一样会有虚拟按键 好 我们就直接用手机来试试看 好 一样是可以操作的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手机啊 跟这个平板上 你都可以直接这样子玩 好 非常方便 好 这个是属于不接手把的情况下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接手把的效果吧 Go 好 我已经设定好了 这个无线蓝牙手把了 做好蓝牙连接了 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游戏效果 好 那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种蓝牙手把 玩起来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我们就进个游戏来试一下 好 这游戏的体验来讲是非常好的 因为就是平板如果非常流畅 搭配这个天堡模拟器呢 其实是非常适合拿来玩怀旧游戏的 就是外出之余啊 或者是在家休闲的时候 都还蛮适合拿出来玩两把的 所以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控制的部分的话 除了上面的这个虚拟按键 跟手把的话都是可以做切换的 好 那当然手把的话 也可以把它切回桌面 好 也是很方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操作 是不是也是这么方便 Go 好 再来试一下手机玩 那手机的话我觉得更方便一点 因为可以加一个支架 那这个大家可以自由去取舍 不管你是要平板或手机都可以 那平板的话画面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可以自己去调整 那我一样再试个游戏 好 那里面的这个虚拟潜单呢 如果觉得碍眼的话 可以把它关起来 好 那这边其实蛮推荐大家 有空的话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模拟器 因为目前这个是全部都是开放式的 除了游戏可能自己需要DIY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是大家都帮你整理好了 其实是很方便的 好 那我会把这个资料 放在这个影片下 大家可以去抓下来玩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加入社群 或者视讯的话 我也可以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 这个模拟器上找到 就是当年复古游戏的一个情怀 好 那测试没问题 好 那如果要离开的话 就是把选单叫出来 点一下这一个 好 那我们就直接按上一页 然后拉到最下面退出 然后它就会自动再切换到前端 好 那你也可以做选择了 好 包含这个有摇杆的手把的话 可以做上面的切换 或者是直接用拖曳的方式去切换 好 其实都可以 好 那它可以跑的模拟器非常多 大家可以参考网络上的介绍 好 今天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安卓版的一个操作的流程 OK 好 不管你在平板或者手机上面 都是可以完美的执行天马模拟器 就看设备的规格 去决定它执行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个模拟器的目前都是全开放的 它是免费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骗 不要以为这是付费的 这都是免费的 那如果最后大家对付游戏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加入我的LINE社群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好 那今天也测试都告一段落啦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